大型籌款节目《欢乐门东华2020》即将举行 各个表演项目都在密罗鼓加彩牌 米雪、雪妮这个姐妹档将会再度合作 加上李辉师傅和大班小朋友一起表演的功夫羡慕 工作我们分开东南西北 对啊 据玩据玩据玩 对啊 很难合到一起 但做义工就一起做 很难得他这次的表演是一起去学习 还有李辉师傅呢 对啊 那这次表演什么 羡慕 打羡慕 是不是很难啊 对啊 又要顾着手 又要顾着脚 又要顾着开 又要顾着删 又要顾着这样啊 对啊 就是手帆又要这样 又要这样 就是要记得很清楚 通常我们拿着把剑刺啊 打啊 对啊 拳头啊 这样打 很少可以又要 就是手指要学灵活点 对啊 那会大家都会提点大家 是的 对啊 姐姐多数教我的动作 怎么摆得漂亮一点 不是 他又学得快的 对啊 他真的很厉害 我想他不会记得的 但他全部都记得了 米雪姐透露这个项目 已经筹得近40万线款 原来这个充满工价的表演 是由李辉师傅的徒弟远正锋片排出来的 重点都是你擅长 就是现在呢 我要赞一下你 今次呢 真是多谢阿风仔的 因为呢 其实五年前他好像是第一次跟我参加这个节目 那今次呢 我就觉得我的好像脑已经是不太够洗了 就是年纪大了 但是呢 全城的真是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之好 他又功夫新星到现在呢 在你们这里又学了很多东西 加上我们之前的童子公 所以这次呢 是发挥了他的小宇宙 我觉得 就是非常之好的 面对着师傅说这些话 那会不会说现在真的心情很激动呢 开心的 这个赞免我觉得很大 因为我也觉得全城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今次我就算是教小朋友也好 我不是真的去吸一个表演给他们 我是去告诉他们 其实排一个表演大概的流程会是怎么样 那我希望 去到有一天 我也未必经常帮到师傅手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可以自动波地 去创造一个表演出来 在万千声辉河台兴 胡鸿君轻轻松松 一边做引体上升 一边唱歌 令网民大为惊叹 还大赞Hilbert好man 节目过后 他依然坚持着举鸽铃 和做健身的习惯 持续健身也有超过三个月左右 但为什么会突然 会变成这个习惯呢 是因为 没有什么原因 纯粹想自己身体健康一点 是 不是为了有什么角色 需要展现自己的身躯 还有我发觉原来 都是一种意志 可能中间你的身体会 可能身体会觉得很累 好想不如今天不要做 休息一下 但是你的心理 又跟自己说 不可以放弃 要坚持 这是给自己一个磨练 线条明显了 应该有些东西看了 还好 还未可以拿出来献手 如果有机会 可以在东话拿出来给大家看 朱古丽的东话 出这个东话可能有机会 今年欢乐满东华 2020除了有电视版 还有网上版 而Bella林泳同这次 就会担大旗 成为网上版的主持 因为这次很特别 两边同伴 虽然做不到电视版的思义 但可以做网上版的思义 历史应该六个小时 全程都要 应该全程都要 不过我中间就会去电视版 唱自己歌 所以这次很刺激 这个筹款 吴京吴角 已经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 各大颁奖礼会陆续举行 虽然未知有多少实体颁奖礼 如期举行 但是歌手们最重视的 都是今年的成绩表 日前歌手施康桥 已经拿到两个小小的鼓励 暂时拿到两个都是新人奖 但是其实我是上一年的新人 只不过因为上一年 我出道的时间是比较短一点 我是很后才出来的 就是一些跨年 是的 所以他们可能觉得 活了今年 是的 都算是今年 有看到我有新作品 《差不多小姐》 送了这个奖给我也很开心 我看到上了 吴京哥金榜 是的 你也有留意 是否保持走势 有的 我的粉丝或公司都会继续跟我说 我都很感恩 我希望有好的成绩